地球上的生物能生存 地球上的生物能生存是靠大自然的养分 包括空气、水和泥土 而人体要靠地球上的生物 生命才能延迷不息 食物和养分要充分被人类和生物所利用 都是因为有酵素的作用才拥有了生命 植物、动物和人类是由细胞组成 细胞的代谢和转化必须有酵素的参与 没有酵素所有的食物将变成废物 没有酵素体内一切机能立刻停止活动 没有酵素就没有生命 我们每天所摄取的食物必须经过酵素的分解 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再通过血管输送到身体每一个部位 如果缺少酵素 吃再多的食物也无法取得营养 农药、煞虫剂、化学肥 使蔬菜水果的天然酵素消失了 防腐剂、长肉剂、抗生素 使肉类的酵素也消失了 现代人在乎口感 将食物再加以高温烹调 食物中所有的酵素几乎都被毁灭了 当食物失去酵素 人体将不断自行合成酵素 以进行食物的催化和分解 长期缺乏酵素的状态下 体内的细胞将逐渐被破坏 最终导致细胞死亡 随着年龄增长 体内合成的酵素素量会逐渐下降 导致内脏机能和皮肤开始退化 面临催老状态 人体一生能够合成的酵素量是固定的 如果不及时补充足够的酵素 人体不单提早衰老 也会引发严重疾病 甚至死亡 日后 充足处区 advance 身后 也会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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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